看你一直在这么喵 女性的嘉宾 我还是很荣幸的 我一直想蹦死那样的 这是我玩这么多期来 第一次的身份牌 刚才谁跟我跳恋人篮 他干嘛蹦我们俩 我是金水 怎么说不动啊 我就是金水 我说不动 他赶紧跪下来求老 他都得错了 各位嘉宾你们好 欢迎来到 本期Lyingman的录制现场 接下来 我将重申狼人游戏的规则 狼人游戏分为两大阵营 平民阵营由神秘和普通村民组成 平民可以在白天 通过全体独破的方式 放逐出隐匿在身边的狼人 狼人被全部夺出 则平民胜利 狼人可以在夜晚 选择猎一名平民 白天则隐藏在好人当中 误导大家投出好人 击杀掉全部好人 狼人阵营胜利 本次狼人游戏 包括四名狼人 三名普通村民和四名神民 神民包括 预言家 女巫 猎人 丘比特 因情侣的各自身份不同 丘比特和情侣获胜目标也有所不同 主要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 情侣同为好人 平民阵营胜利 情侣和丘比特都胜利 其二 情侣同为狼人 丘比特需帮助平民阵营胜利 情侣则帮助狼人阵营胜利 其三 如情侣的身份为好人加狼人 则形成人狼恋 丘比特情侣形成第三方阵营 驱途城 杀光其他所有人 如情侣出局 丘比特独活至最后 也可以获胜 各位的初始筹码 已经准备完毕 接下来 我将说明筹码的使用规则 美局狼人游戏的胜利阵营 获得筹码奖励 平民阵营获胜 获得一枚筹码 狼人阵营获胜 获得两枚筹码 人狼恋阵营获胜 则获得五枚筹码 全部进程分为两轮 每轮三局狼人游戏 每位玩家 其实拥有五枚筹码 第一局的压注上限为两枚 第二局三枚 最终局五枚 如当局游戏获胜 得到双倍奖励 失败则扣除压注筹码 第一轮游戏结束后 十一位玩家的筹码数将被记录 第二轮开始时 重置所有筹码 重复以上过程 两轮的最终筹码相加 排名前三的玩家胜出 第一局狼人游戏即将开始 请各位玩家看排并下注 本局游戏压注上限为两枚筹码 二号这个动作我们做好了 二号这个动作我们做好了 二号这个有问题啊 你有问题的 二号这个行为 你这个行为可以啊 不太好啊 二号 你快看吧 快看快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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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可以的 二号可以的 可以的 不压注啊 不压 不压是吧 压压压压 我觉得二号压注比较犹豫 我早上压了压 你看到我没 没 真没 真没 看到也不知道 看不看什么 一会你发言就是一号刚才我看了 是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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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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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一个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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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是敢打的一声 最后到头 真好看 哎呦 哎呦 这动作这娴熟 哎呦 你这个有问题的 大尾巴狼 我要不是狼怎么办 你应该喊 你这匹大狼绿 我靠这手你干嘛 不敢打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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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刀 两个 我就是那胆小 哈哈哈 压 先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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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露信息是吧 哈哈 看完了不敢压 哈哈哈哈 大家都压了不压 不压感觉就 哎呀 雪风 为什么 小孩子 一看他一天 那狼都敢压 他三个在一起都是这样 哎呀 不要收拾了他 我又看完了这样看 哈哈 打死了 来哪个字 你分不出来 来我告诉你 哈哈哈哈 哈哈 这不是那么大一张画吗 看不清楚吗 看不清楚 你好你这有点招杀 看不清楚 狼一般会看那种特殊身份的事 哈哈哈哈 下注完毕 本轮押注所有玩家统一押注两枚筹码 天黑请闭眼 语言家请闭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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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闭到的人是这个 语言家请闭眼 天亮 现在开始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请举手 一号 一号 四号 七号 九号 十一号 从一号玩家 开始发言 呃 强神啊 防对跳 对跳的小心一点啊 过 嗯 第一次玩对吧 居然拿了个那么大重要的身份 御言家啊 昨晚茶茶有惊喜 记得把警徽给我 过 啊 我是一个平民 我就出个热闹过 退水 九号 玩家退水 呃 我也想跳预言家 但是我看一下牌 感觉我这个预言家 没四号预言家大 哈哈哈哈 少帮主你怎么不汗跳啊 你不汗跳 我我说了我不能汗跳的呀 少帮主 你都不举手 你让我怎么办 我只能汗跳啊 那我是渊家 昨天晚上 夜人有惊喜 是个茶沙 那我只能茶沙 茶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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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茶沙四号茶沙那个人 哈哈哈哈 真的 我是个好身份 可以可以可以 ok 过过过 过过过 我让我退水 九号 十一号 七号 玩家退水 其余玩家准备投票 三 二 一 所有玩家均投给四号 四号玩家当选警长 哎 身份和地位 我也能拿一把这个东西 再次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我们Lineman这一期期 唯一的女性的嘉宾 唯一的女性的嘉宾 哈哈哈哈 嗯 那个 我真不知道 你要说这句话 我真想奔死你啊 发动智能 可能这个发动智能有点凶 因为确实场上 这个 我有点忘记了 就是首先四号是夜人有惊喜的 郁云家啊 昨晚茶沙有惊喜 记得把景徽给我 过 其实你要应该 有个抱更好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抱 你要抱的话 我就崩另外一个 不知道我 对不对 我就崩 你看我的眼神 我告诉你不要崩这个数 是夜人有惊喜 那我就不知道 要崩哪一个了 然后 这边跳强绳的 对不对 然后你是 有夜人有惊喜的 失望不是在井上 然后 呃 7号 7号是竞选的 7号说 说我忘记了 8号是直接退水的 呃 9号 9号 9号直接退水的 就9号 你知道那个是真语言家 我不是真语言家 就你因为昨天晚上 你把我刀死了 对不对 然后你知道 哎呦前面的语言家 你自己不跳 然后后面是一个死人 肯定 所以就你就 退水做好自己身份 那我只能这么理解 那我 那我 我好像只能 只能奔9号的 那当然还有一个小细节 跟预言家说一下 就是 当我一举起来的时候 少帮主 直接就看着我 水汪汪的大眼睛就看着我 对我笑 一般来说 第一天竞选井掌的时候 他应该先看看 他的位置先看前面那边 对不对 然后他 我不知道我一选井掌 他就叮着我看 足足看了5秒钟啊 搞到人家小心 他应该扑通扑通的乱跳 那我就不知道 8号9号两个奔谁了 你演电影呢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8号9号奔谁啊 如果9号 9号你 你不退水 你说你是个平民 或者你说我防对跳 那也就算 我肯定不会奔你 对不对 但是你直接退水了 就你知道我死了 这个是真语言家 那不这样吧帮主 你玩得好 你在场下教教我好不好 8号小巫组一起走 猎人发动技能 带走8号 8号 3号玩家 出局 请留遗言 中链子 这个猎人枪是可以不开的 请上没有焊挑语言家 然后有猎人家有茶杀 我不知道你 我教你的玩法就是 这时候不要开枪 你要我教你 我就只能告诉你 这时候不要开枪 你又不是帮坏人玩的 在场上没有任何 跟汉挑语言家有茶杀 情况下 我们是领先的 即便你不开这一枪 所以 3号我想倾听你什么身份 我是个好人 这么说的话 那就人狼练了 我是一狼 反正我也输了 那我就抱一下我狼队友吧 这还会不会没素质 但我觉得像我这种性格的人 我比较正义的 我是站在好人那方的 我还把我狼队友抱了吧 哎呀真的是 哎呦这这种事 我 会不会以后没朋友了 那都是吧 那不行 那我的心里还是阴暗的 我被杠了 我得 他抱的不一定是真的 对不对 他抱的不一定是真的 他抱的不一定是真的 我肯定把我狼队友抱了 都是北影毕的吧 10号你别说了 你是我狼队友 这是第一个狼 1号 第二个狼队友 9号第三个狼队友 我就说这么多吧 好吧 还有吗 没有了 你们信不信的话 可以听原家验的 原家要是验出来 那是真的狼的话 那就可能 那我说的话就是真的吗 还有一个面 都比特不要出来 哎 哎 早知道不说了 哎 行了就这样了 都还不错吧 嘿嘿嘿 好多人了 主要是我在想带其他人的话 可能其他人会怪我 因为他们有的人没发言 也没有什么坏的行为 帮主跟他太熟了 然后是好朋友 所以带走他 他不会生我气的 对吧 你不会生我气对不对 事实证明奔的还可以 至少把人狼恋给奔掉了 其实他一睁眼的时候 我就判断出来他是狼了 就是他看我的眼神 就是我就感觉 我觉得这边是狼 我是平民人狼恋了 你知道吧 所以这边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看出来 我觉得这波我们帮主 终于在一个阵营了 我觉得这坏没准能赢的 啊 结果被他崩了 这事闹的 可以 这枪打了可以 可以 可以 杀手 没办法 我们一会儿 虱目以待看看 人狼恋和狼人 还有好人哪个 最后获得胜利 游戏继续 从警长左手边五号玩家 开始发言 我是一个那个女巫啊 我觉得现在要这个亮牌明导了 我是一个女巫啊 但是现在场上没有什么信息 反正我看刚刚那个 三号说他自己要报狼队友的时候 一号神经挺紧张的 我想听听你是什么身份 我还把我狼队友报了吧 你好好说你自己是什么身份 好吧 我现在也不踩你 但是你要自己聊清楚 因为我看 反正目前为止 你在我这里 我觉得身份是做坏的 不好 我觉得五号没必要跳出来啊 因为怎么看呢 现在都是好人优势啊 现在唯一的预言家 真预言家拿着警徽 对吧 呃 你女巫出来干什么呢 没什么道理啊 你有解药啊 对吧 女巫又不能自救 你又不是人情坦克 你说我不中刀的 我可以自救 万一这刀把你刀了 你毒洒不洒 没什么道理 P1是不是真的女巫啊 我怎么觉得不像啊 6号是一个平民身份 好人身份 稍微说一下吧 7号是一个民竞选的 然后9号是直接退水的 9号直接退水呢 比7号民竞选的这个 嫌疑更大 在警方来说 因为龙哥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说 他知道11号是死的 所以他都会在那个位置坚决退水 因为他觉得自己跳不过 对不对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11号是死人 那么这样的话 他跳不过的情况下 他直接退水 应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而1号那个位置 没有选择退水 他还是强绳顶在前面 他就是为了防11号 万一没中刀 是一个假预言家焊跳 有可能警惠飞给他 他反而身份 反而做好一点 在我看来 所以说我现在稍微怀疑一下9号 反正我是个民嘛 我所有怀疑谁都可以 然后7号这边的话呢 你还有个惊喜 预言家还有个惊喜呢 其实说实话 预言家这个惊喜 我觉得应该不会在3.8里面 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这一枪三响 然后还把惊喜干没了 不太现实 还可以听下预言家的惊喜 再做一下决定 我个人觉得 预言家可以 今天晚上咽一下9号 咽一下9号 就第一咽你的警惠 可以咽一下9号 这个女巫不是跳出来了吗 管她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对吧 过 我觉得女巫跳出来 反正先不用管 因为她 我们不管自然有 如果是假的 自然会有人管 然后刚才11号在死的时候 说是个猎人 我就看了一下大家的那个神情 就你们在看猎人吧 我就观察一下每个人表情 我发现3号特别紧张 发动智能 那个脸是一个特别严肃的脸 然后2号的当时 是一个很迷茫的眼神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3号 很有可能是一个 她在担心这个猎人会崩谁 我觉得如果她是一个 普通的好人的话 不会这么担心 比如说她是一个平民 她如果是神的话 那肯定是神的 那她是不用担心这些的 对吧 我觉得她是狼的时候 或者是有什么被连的时候 才会这么担心 然后当时同 结果证明了她确实是个狼 然后同样表情特别严肃的 就表现出很担忧的样子的是 6号碧游侠 当时我看她也是一副严肃的 在6号碧游侠和8号少帮主 少帮主的话 后来证实是一个那什么被连的人 那我觉得当时特别关注11号在崩谁的 我觉得人应该是比较带身份的人 当时我看2号的那个表现像是一个 对11号死的这个事情 感觉是一副很疑惑的表情 在我这里我觉得2号更像一个好一点的身份 这是我对身份的一个判断 不过反正今天预言家有惊喜对吧 我们就听预言家了呗 好吧 过 我感觉你的发言也挺严肃的 你居然敢踩老B 老B的发言有问题吗 老B踩了我 我现在告诉你 你踩老B的话 我感觉你这种发言也有点过于严肃的 就是你作为一个平民你紧张什么呀 这有预言家了 让你在这分析场面吧 对吧 那么你分析说谁的表情严肃 我感觉你说话太严肃了啊 所以说你踩老B 我踩你 好吧 老B虽然踩了我 但是他的发言绝对阳光 狼打算怎么发言呢 过了吗 说完了 过 首先我觉得6号的身份吧 不太好 我觉得7号的身份吧 应该比你好很多 因为8号他发言的时候 他说 他说1号应该是张强盛在房退一跳 但是在投票的环节的时候 所有人都退水了 只有1号跟4号两个人投票 他为什么不退水呢 但他是张神牌 他可以自己说明他的身份 我是张平民牌 我肯定不会管他 但是我觉得7号的发言挺好的 但是7号你不要被2号骗了 我跟你讲 2号他不管炸什么神圣牌 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都是这个呆萌的表情 而且曾经他跟我说过 他骗人的时候就喜欢笑 他刚才一直都在笑 所以我觉得他不一定是张好身份牌 反正我是不会再被他骗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6号你刚才的发言 我不知道你是忘了 11号已经退水了 1号没有退水 还是什么 还是故意在帮1号 还是故意在捞1号井上 没有退水的情况 如果 而且8号又暗捞了6号一手 所以我觉得68可能是剩下来的3体了 我是让好人牌 我觉得7号发言不错 过 我同意那个小安文发言说他 因为不要被他表情蒙蔽了 他经常都是一副呆萌的表情 然后呢我才是张女巫牌 PDD 你这把死定了 你这样干上我了你就死定了 真的 你看你看他现在只有在那 委屈的那种笑容 没想到真干上女巫了 已经玩死定了 好吧 反正我们就看 今天晚上那个 是 约人家是有惊喜的 好吧 然后呢这边PDD 晚上我是绝对要堵他的 好过 我觉得 这一轮 约人家的发言很重要 然后 后面先 先验一下这个1号9号4号 我刚才这一轮走的时候说 如果是真的是当同胖的话 就验一下 就证明他话是真的话 就按照他的想法来拍就行了 过 嗯 我觉得还是比较幸运的 对吧 这把拿了预言家 然后我验人惊喜就是5号 XX 也不要再掰了嘛 对不对 对吧 你就直接爆了 你也不要给任何机会 对吧 我觉得2号发言 他爆了就不能通话了 嗯 应该先由你回的 5号玩家自爆 发言结束 真女巫出来了 真女巫就是1号 把1号刀了 他药还在身上的 少一条命 我这轮说我自己是女巫 就是 因为剩下的这些好人的水平不够高了 我决定把这个女巫聊出来 他果然上套了 把他刀了 不是 是在血缘说他查杀有惊喜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查到我的 所以说我要说自己是女巫生分 我就反正我也被查杀 我死定了的 我就跟他换一名 我把女巫生分还骗出来 我觉得挺好的 他想隐藏我 结果没想到我被查杀了 你知道吗 谁隐藏你 谁隐藏你 游戏继续 进入黑夜 天黑 请闭眼 欲言家请睁眼 欲言家请验人 欲言家 你验到的人 是这个 欲言家请闭眼 天亮 天亮 昨天晚上 一号 十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从警长左手边二号玩家 开始发言 呃 昨晚应该是 狼儿把这个 那个这个真女巫刀了 然后 女巫把十号换了 呃 现在场上应该 死了 两头狼或三头狼 然后还有一个 人狼练的 邱皮特还在 可能 呃 我是一个棉啊 我是一个大白棉 啊 看 六号七号九号发言吧 过 我是感觉现在对咱们来说啊 就是人狼练 要比这个剩下的这个狼 要更有这个 对咱们更有威胁 特别简单一个道理啊 狼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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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狼 但是你是预言家对吧 你是预言家 我们还有这么多好人能查 也就是一二三四五里 现在有四个人 呃 本身是有四个好人的 但是这四个好人掺杂着 这一个两面派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狼对我们呢 现在的这个这个 威胁不是最大的 而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丘比特 对吧 所以说我们先找这个发言 哈 作为丘比特的发言 特别简单一个道理 它就应该 呃 是一个不站边的发言 是一个相对沉默的发言 对吧 我还是认为 老B的发言 还是没问题 然后 宣告其实 你要按他往期来说 也不能判断了 因为他昨天也有超神发挥 对不对 所以说宣告这个 他每次发言都这样 也没法判断了 还有这个7号哈 二七两个人 因为你也验不出来 对吧 所以说怎么才能判断这个 就是咱们 所有人就包括这个狼啊 我觉得我们也一个 一定先把这个 所谓的这个丘比特 或者是不说 最难上最难的 十多的 西洋 那一位 没有 哪一位 我没看到 在第一个人 肯定 他抑制 好吧 我就是一个平民 为什么呢 你直接退水了 我就表明了 我就不跟你们掺和 对吧 举手就玩几下 很正常 过 如果局势真的 是像九号说的是 三个狼出了 只有一个狼的话 那现在我们作为好人 只要把另外一个狼 投出去 我们就赢了 因为丘比特 晚上是不能杀人的 而警长 警长一直在预言家那 所以只要预言家活着 那预言家 永远出去不了 最后甚至预言家 和丘比特 那也是警长赢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 出去三个狼的话 我就完全不用担心 丘比特的事情 对吧 所以说那我证明一下 我不是丘比特 丘比特通常是说 如果他有可能是 连到人狼练 人狼练的话 这两个人是需要 保全自己 要自己也保全自己的 他对于出谁来说 并不是很关心 所以我认为 如果丘比特的玩法 应该是 就是比较酱油的玩法 不要让自己团队的 任何一个人出风头 我觉得丘比特 反正我是丘比特 我不会去竞选 是吧 我是一个平民 我就想伺候热闹 我想 我想说两句话 所以我出来竞选的 我不是一个丘比特 我确实就是一个平民 然后 这轮就看四号的艳人 我还是更相信 如果要在四号 没艳到人的情况下 我还是更相信 六号是一个狼人的 因为PT当时 他走的时候 说的那个想法 我相信是他真实的想法 我这轮说我自己是女巫 就是因为剩下的 这些好人的水平不够高了 我决定把这个女巫聊出来 他果然上套了 因为他这会儿 就是想炸一个女巫出来 他挑一个女巫 否则没什么别的道理 他就是挑个女巫 他是一个狼人 如果查杀的不是他 查杀了个别人 然后大家都过过 然后投出查杀 然后他往上被堵死 这个对他来说 是没有任何收益的 他这么做的唯一收益 就是把女巫炸出来 然后他达到了这个效果 所以说他说的是 自己真实的想法 那在什么情况下 他会注意 他走的时候说的是 我觉得场上剩的人 水平都不高了 所以说想把女巫炸出来 他说的是 我觉得场上剩的好人 水平都不高了 我相信这个水平不高 不包括B老师 所以我很怀疑 6号是一个狼 不过这个还是得看 4号的验人好吧 如果他验了 你是一个好人 我们再重新商量 反正我是一个平民 好吧 我过 我不分同意7号的观点 这个时候威胁最大的 绝对不是丘皮特 因为丘皮特没有进攻性 丘皮特只有什么情况下 有进攻性的 他有警规的时候 好 我分析下局势 如果你相信3号JY狼人 走的时候 爆掉了自己狼队友 那么理论上来说 5号不是他的狼队友 他点的时候 并没有点5号车队友 对不对 那么很简单 3号给的信息是 半真半假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半真半假 那他到底点了谁呢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10号你别说了 你是我狼队友 1号第二个狼队友 9号第三个狼队友 他一共点了哪几个人 所以说为什么 预言家刚刚做错了 预言家没有先给警徽 导致女巫没有人可以读 他不敢读9号 因为9号有可能 是在警徽里的 他只能读了一个10号 而10号真的像狼人吗 10号其实不像狼人 10号像什么 像丘比特 10号其实比较像丘比特 丘比特在这个局应该怎么玩 一边弱势的时候帮一边 这样才能达到两边平衡 他能永远存活的目的 然后引导狼人 去把预言家干死 自己混得警徽才能赢 对不对 这才是丘比特应该玩的方法 丘比特在人狼练 已经损失掉了之后 他要的是什么 一 他能够活到最后 二 他能够拿到警徽 他才能赢 否则赢不了啊 对不对 所以10号其实更像是一个丘比特 9号更像一筹劳 在我看来 9号更像一筹劳 当然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预言家昨天晚上验的是10号 这就崩盘了 这个局面就打不下去了 因为你今天晚上很可能会死 你如果真的验的是10号 好人就没法玩 我只是一个名 我现在很尽力地帮你再分析 当然 好情况是什么 好情况是你确实验的是9号 然后你今夜死了 你只要在你防狼暴的情况下 为什么PDD赶出来炸一个女巫 因为那时候他认为狼队领先 那证明什么呢 证明3号确实是狼 8号确实是名 确实是人狼练 狼队才领先 对不对 否则狼队不领先啊 狼队人数应该是烈士才对啊 如果是两狼的话 对吧 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嘛 所以狼队确实是领先的情况下 他炸一个女巫换一个 把女巫换掉 觉得自己还有盛面 对吧 这样没有解药了 他多一刀 他的狼队多一刀 那么什么情况下 狼队的优势呢 就是他场上有三狼 当时 他爆掉之后还剩两狼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 1号读的那个10号 是一个狼人 但是我更相信 10号是一个丘比特 因为他的发言更像丘比特 在我看来 他就是一个丘比特 来摊鞭的方式 想办法把两边局势惊惊 他在那玩 对吧 所以如果真的是 这种情况的话 我只能期待你 这个艳艳的好 因为现在好人 特别需要这个警卫 否则我们赢不了 如果剩下两狼 怎么玩 对吧 我说这么多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真的还剩下两狼 你麻烦你先告诉我们 你今天晚上 验谁 景辉怎么飞 再说你昨天晚上验了谁 千万不要让狼爆了 狼再爆狼就赢了 不 那如果说我这一晚死的话 景辉我肯定是在来毕老师 这边的话 我还是比较相信毕老师的 一个人说话 我相信他觉得 也对是好人这一边的 昨天晚上我验人的话 其实排除毕老师那边 我想验的应该是 2号 9号 7号其中的一个 那我觉得2号发言 一直也摸不掉头脑 可能第一次玩不是很了解 7号 9号的发言 我验9号 9号其实是一匹狼 你刚刚的发言 对 9号玩家自爆 发言结束 跳这个女巫我就不明白了 这儿有一个猎人 那儿有一个冤家 抱强神 谁不知道他是女巫 他为什么要抱女巫 这不是自杀吗 对不对 场上已经 9号 10号已经全点出来了 所以说我感觉狼本身也没到 现在也就是球比特了 你想狼是我命的 这一外还有那个 PVD吗 四个狼 游戏继续 进入黑夜 天黑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请验人 预言家 你验到的人 是这个 预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 平安夜 从警长左手边 六号玩家 开始发言 我想一下 平安夜有两种可能 一种狼人空刀 但我觉得这个局面 狼人不能空刀 空刀怎么赢啊 另外一种就是 还活一丘比特 对吧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狼人空刀 另外一种是活丘比特 但是活丘比特 丘比特应该就投了呀 怎么赢啊 因为冤家不会死 那法官就应该宣布 游戏结束了才对 活丘比特 那就是狼人活着 OK 法官既然不会犯错的话 那就是狼人活着 狼人活着 昨晚空刀了 不刀人 那不刀人的话 狼人如何 去防止自己不被推掉呢 这让我觉得很意外 狼人的想法是什么 我想想 狼人的想法是 我空刀 今天晚上 如果推出去一个好人 然后我晚上把冤家刀掉 我还能拿到锦盃 对吧 那厌人也够了呀 我推掉冤家厌的那个人 那也不可能 冤家直接说 他是个好人 怎么能推得掉呢 那为什么法官没有说游戏结束呢 我觉得很奇怪 不能查 你不能查 我合理质疑一下 我有点乱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 游戏已经结束了 如果只是丘比特活着 没有狼人的情况下 游戏是已经结束了 丘比特在没有狼人的情况下 已经不了 当然了 我只能去 合理地去揣测 法官没有犯错 场上确实还有一头狼 他确实空刀了 那么 那这个局面就不是 我一个平民可以参与的事情 很简单 就御员家说一下 今天晚上验的是谁 然后警惠飞一飞 这游戏也结束了 对吧 过吧 法官没有 法官没有宣布游戏结束 是因为我们三个投 预言家还可以投死 然后预言家 警惠还可以拒击飞 是因为从 程序上还没有结束 我认为是已经结束了 你们投我都可以啊 反正我是一个平民 我认为宣告 应该是一个预言家 不 丘比特 是吗 你事情就投了吧 真的 结束了 我肯定是他的警惠 我们不会投他的 好吧 你是丘比特 你的头了吧 我认为是没有狼人了 好吧 我认为应该是就是 九十五三四个狼人 然后我相信 许元这一页 应该是个好人 我是个平民我过 我现在非常的怀疑 七号是四皮狼 他第一轮的时候 还就是竞选 竞选警长是 看见你先跳了 你先就四号先跳 元家之后 他忽然发现没有 就感觉干不过他 就如果现在跳了 别人就不会信 然后就马上退缩了 我刚才想了好多 怎么一开始一到的时候 就忘了一大半 反正现在赢面已经很大了 你就冤家验完 然后开始慢慢排就行了 反正现在最多 就只剩一条狼 过 反正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觉得二号发也很差 为什么一直没有验二号 我觉得他可能 并没有太多的存在感 也如果是狼的话 我觉得这个狼留在最后 也没有关系 如果是汉明的话 我觉得你也不能改变 别人的一个想法 昨天晚上验是七号 七号是个好人 从一开始 我就比较偏向于毕老师 他的一个分析 我觉得他肯定是一个好人 所以六号七号 我觉得是排掉的 没有验二号 我觉得如果验了七号 他差的话 我们就把二号推掉 我觉得现在可能 二号就是 不是可能百分之一百 他又是个丘比克 因为我觉得坚信 现在已经是没有狼人了 如果是有狼人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不能玩了 你是不是要看一下你的牌 你看到底是什么 因为昨晚上我验就是七号 这一轮的话 归票归二号 就这样 发言结束 现在开始投票 二号玩家出局 游戏结束 平民获胜 好人共享 我是好人啊 秋比特是三独占一边呢 我是秋比特 没有老子 你往下当上一 你就可以宣布 秋比特怎么玩 他不能动人 我们根本分辨不了 没有理论 没有理论 理论就我们三个刀 没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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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汉跳 没有汉跳的局 这个时候没有理论活成可能 没有 对 对 对 秋比特又不能动刀 对 秋比特不能动刀 你一个四号汉跳一个试试 对 就如果有汉跳的话 这个时候 我个四号汉跳一试试 没有汉跳 这一轮就有 四号的话 直接就狼人崩了 对对对 更崩了 他的发言太差了 我只能说是他 不是 这一局就是你们狼人 不汉跳的结果 不汉跳就这么 轻松简单 他的发言太差了 对 我都是这样的 你怎么跳也得跳啊 你不像就是这种结果 我这个隐藏 对 我听到发言不想理他 你知道吗 好乱 第一天没有放行飞流 因为你占全力了 然后 你如果第一天抱着五花茶 他我就分手了 我没想到 崩掉的是你是恋人 你知道吗 我想到可能还有一轮机会的 我没想到他刀刀那么准 因为我肯定想是在我身边 肯定牵他们两个 所以我验了他 而且PTT 他也真是知道自己吃茶沙 然后出来 小生你应该汉跳啊 你这个位置你再不汉跳 没吃 因为他 他说茶沙有点 你正在直高高看着我 我俩都一别茶沙了 我怎么看着你 我故意这样看着你们 然后看你们虚不虚 然后我觉得他好虚的样子 反正我想 我看 因为我查的是他 我不可能这样看着他 是吗 对啊 我觉得你们俩肯定有一匹狼 对啊 我想晒的话就验你们了 不行了 你脑子拿了 他好虚的样子 对啊 你就是乱跳吧 然后我对人死了 对不对 我不会被你们两个人 然后你就 因为我知道肯定是他 所以我不用看他 我就看别人的表情 现在开始第二局狼人游戏 请十一位嘉宾看牌并下注 本局游戏押注上线为三枚筹码 看旁边 哎那是几个字啊 哦 行啊大黑话 从黑了 对 两个 你哥居然怂了 拿个狼子对着呀 社会我怂拢 哈哈哈哈 三轮手搭把握啊 刚一分 哎为什么是三轮 因为这个规则就是三轮 扯什么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无知少女被骗 无知少女被骗 我居然死了 看过了 不看就压了 看不看也得压 看不看 看你表情 我就不看了 你眼镜可以反光出来 我就不看 看不看也得压 十号了吗 啊 被小巫肉 被小巫肉环绕 有点危险 十八号啊 哦八号 我不是十号啊 对不起 偷硬了 就是 打这个游戏 我已经好几次零蛋了 哈哈 我不在乎再拿一次零蛋 都偷硬了 是澳洲人你啊 可以 这个 比越少实力越少 哈哈 这个动作怎么这么的快啊 下来看 哪反呢 这真看了吗 我怎么感觉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啊 怎么都all in啊 透视野 我也压 哈哈哈压了再看 嗯 嗯 哈哈哈哈 哎哎哎哎哎 不严肃 被智能看到 哎真的 我还没看 别人看还是深懒 哈哈哈哈 好硬的招式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我好纠结啊 他怎么叮住 拿到狼人了啊 这不行吧 先告上面是有什么呢 先告明显是迷茫了 十一号玩家押住两枚筹码 其余玩家均押住三枚筹码 游戏即将开始 天黑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这位玩家被杀 是否使用解药 是否使用毒药 女巫请闭眼 天亮了 现在开始警长竞选 想要竞选 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 准备举手 3 2 1 1号 1号 2号 3号 5号 7号 8号 9号 7位玩家竞选警长 从9号玩家开始发言 强神防队跳 我看看谁敢跟我嘚瑟 这这么多人 你肯定是 怎么也得有俩狼吧 让我逮着你的 过 强神是队友 我是预言家 今天查的是 10号小M 是个金水 然后我看景上 能再帮我回忆一下 这半篮吗 因为好像 OK 46没举手 那我查 我指纹票行 指纹票行 我查7和3吧 好吧 这两个人玩的相对 比较滑头一点 我先查7 后查3 这是我预言家的 验人顺序 然后 我的验的是小M 10号金水 好吧 过 我是平民 我只想说会话 然后那个什么 我觉得刚才 那个9号一发言的时候 10号一直在这么瞄 所以说你发了金水 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看你一直在这么 一直在这么瞄 瞄 瞄 瞄着他 瞄 瞄了个屁 我就看你的眼神 朱子 朱子 别对话 敢回事啊 敢回事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我觉得眼神 感觉很奇怪 因为我喜欢大家 看他天亮的时候 看他的那个表情什么的 所以说这个 我会比较关注10号的情况 我是一个平民 我只想多说会话好吧 过了 不是我强神防对跳啊 不是你是啥强神 我是真强神 不是我是真强神 你下次把你这么说明白点 只要我一枪 蹦死你呀的 过了 到我了 8号不是一言家 8号 你当时是一言家 我是一言家 我昨晚查杀了2号 2号是狼 因为为什么呀 因为昨天我看宣告 拿那个马的动作 他一直在犹豫 一直在犹豫 我这这轮放不放马 一直犹豫了半天 后来我就查了他 然后就查杀了 因为我平时不太挑警长的 一般我玩这个游戏 不拿 不拿那个原家 我是不会跳的 所以我这轮查查的2号 2号是 然后下一轮我会验8号 8号跳的这个原家 他给了个薪水 我不知道8号你退不退水一会儿 你要不退 我就验你 好吧 警徽流我觉得先不用 也可以反正我验8号嘛 你要是 你要是好人 我就把那个 警徽给你嘛 你要是 不是好人 但是我可能不会死 我就撕了就完了 因为我 我应该女巫还有 还能救我一分 所以这轮你们就直接跟我 把2号出了 这轮8号好好发言吧 不管你退不退水 我都有可能验你 你好发言看你会不会 让我浪费这一验 这轮票2号 2号可能之后后话 就说要查查我了 反正你们信不信你们的 1号 1号没发言呢 5号是强神 这轮9号5号里面 应该也有一支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 我真的不想验8号了 我想想 还是验8号 还是验8号 毕竟跟我对挑原家的 自己退不退水自己看什么办 过了 为什么我刚才下马的时候犹豫了 因为这是我玩这么多期来 第一次的身份牌 就是我第一次玩这个东西 我很紧张 我不知道该一会该怎么玩 所以我就犹豫为什么 如果我是狼儿的话 我上一次狼儿 我如果是狼儿 我马上就压了 我都不犹豫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拿这个身份牌 这都算场外吗 然后我昨晚查查了4号 然后8号3号 两个和我对跳的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4号是我查查的 8号3号两个和我对跳的 也有问题 过 我就不知道你们怎么有这么多人 跳出来跟我抢预言家了 我才是真的预言家 好吧 你们怎么回事啊 我的天 8号 你哪来那么重的语气啊 直接说你下一晚要查3号7号 你下一晚查 你查给我看看你怎么查 你拿什么查 还给10号精神 你们两个肯定有狼 你们两个都是狼 然后这个3号也是个狼 我今天晚上就先查你 2号是精水 昨天晚上查了2号 PDD和那个谁 PDD和9号是吧 两个人说是强神对吧 5号跟9号两个抱强神的话 我觉得9号的可信度 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PDD太滑涂了 不过这个有待我来验证一下 就说这些过 8号退水 7号 8号玩家退水 发言完毕 准备进行投票 3 2 1 6号玩家投给9号 4号玩家计票 10号 11号玩家投给2号 2号玩家当选警长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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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玩家死亡 5号 5号 猎人 又是一个猎人 刚才谁跟我跳猎人来着 赶紧跪下来求饶 他跟我过了 赶紧跪下来求饶 这刚才还告诉我 我崩了你 但是啊 是这么回事啊 因为我刚才你们这一圈下来呢 我心里有一个极大的疑虑 我作为一个好人最怕的事是什么呢 狼 问狼的时候 到底杀几号的时候时间过长 我就怕这两个人都是会玩的 对吧 那么如果这两人会玩 统一出来个战术呢 也是不好玩的 但是我 我这一枪肯定是开的啊 但是我这一枪开 我告诉你怎么开啊 这三号八号你们俩有点太串联了 好不好 五号啊 一会你给大家解释 为什么要穿我的衣服 这一集我先不帮你 这三八俩人 我感觉你们两个 你俩这预言家这一发言 就跟我 让我感觉好像发过微信似的 就两个人串得太好了 你退啊 赶紧退 退完就是我的了 是这意思吧 那你就真退了吗 真退了我就崩了你 八号崩了他 九号玩家 发动技能 八号 五号玩家 五号肯定是女巫 你们把八号崩了 女巫带走了 我是女巫 你这胡玩我 强神 我也是醉了 我都退水了 我信二号预言家退水了 你们还疯我 我也是醉了 你好人怎么玩啊 哎呀 弹幕 弹幕 那好人最把我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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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急 我先都 你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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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我手 我我真的是女巫啊 我真的是女巫啊 我真的是女巫 而且我感觉帮主是个好人啊 你这一枪 帮主你是个狼 我们人狼店我不知道 你应该是个狼 你个小脚滑 哎 哎 哈哈 你打到我们这把配置好强啊 是啊 我观察一圈局势 我这女巫这把真的可以carry的 真的 我跟你说 女巫加狼的这个主 我现在开始爆狼了啊 你丢人你也是什么鬼啊 打掉我们一个 打掉我们一个五八同城 我跟你说八号五八同城 打掉我们一个人狼店 我跟你说 我就必须报复社会 我必须把十一号狼队友 和三号狼队友抱给你们 好吧 十一号三号两狼 我抱给你们 好不好 雪崩雪崩雪崩 我再抱一个 再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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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号我金水也是狼 十一号三号两狼 十号金水是狼 不 我放一碗了吗 我放一碗了 他们俩一起放一碗 我也 我也 哎 为什么我这么背呢 我又零个币了 你也零个币了 对啊 哎 为什么我们这么背呢 我 我拿个女巫 还被连人囊 被连人囊就算了 那伙伴还被一枪开了 而且我这个伙伴被连开两枪了 学霸 从警长左手边三号玩家 开始发言 嗯 我想一想我想一想 嗯 八号应该是只狼走的 八号应该是只狼走的 人狼练 所以丘比托会帮人狼练玩 我就是远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人信我 我前支位踩到二号 一号跳起来 一号跳起来说我是假的 我跟八号明显没站队 八号走的直接说我是狼 说十一 十号 十一号是狼 就十号十一号 我不知道你们身份 但是如果你们不是狼 被八号误了的话 我觉得我十号十一号都不是狼 二号直接踩四号 说四号是狼 那就两个逻辑 第一个逻辑就是我 我踩的二号原家呢 就是三号和四号都是狼了 这是第一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就是 十号十一号是狼 但是说不通啊 那我觉得 第二个逻辑就是 帮主说的三个狼里面 没有一个人是狼 因为他人狼里面 八号肯定是狼 那如果按这个逻辑讲的话 那就是八号 二号肯定是狼 我查杀的二号 我为什么要去查一个宣告 我要是脏人的话 不可能脏宣告的呀 八号 那就这么说他一号 二号 八号是狼 有一个人狼练 五号走的应该是个女巫 所以我不用跟六号七号聊 我就聊十号十一号 十号十一号 你们两个要不是狼 那你们这轮就把警长撕了 你们应该是能信我的 我以为三个会踩我 他查了个四号 我不知道四号身份 四号也有可能是二号狼同伴 我不知道 人狼练 人狼练呢 丘比特还是捣乱的 丘比特现在 丘比特因为他是人狼练那边的 他肯定想出真的冤架 觉得丘比特也会上票给我 感觉要炸呀 我又是第一个发言 我听不到别人发言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是查杀的二号 我很少井上发言的 玩了这么多期了 我很少井上出来选井长的 我拿狼 我上一期五 五期 我几期狼 我拿狼没有一次上来井上发过言的 你们可以回想一下 一号这么帮二号 一号二号 我想想一号二号 六七里面有一只狼 我觉得十和十一都不是狼 帮主因为走的时候踩过六 十和十一 十号应该就是金水 我这一排要后置发现的好了 我要是一号里面发现的好了 所以看你们信谁了 反正就两个阵营 你们选吧 我这没有什么太多可说过了 我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在选井长的时候我七票 因为当时选的时候 应该是有九号 三号 二号 因为当时我纠结了一下 我觉得如果我要投的话 这票肯定是给九号 因为二号查烧我 所以我知道我是一个平民 我不可能把这票贵给二号 在我这边二号身份肯定是不做好的 所以我倾向于给九号 但是因为九号和五号 两个人都强对跳的时候 我不想把这顶灰给错 让我想一下 反正在我这边 我是不可能相信二号 你是个真预言家的身份 在我这边可能相信 还是三号一号里面 其中是有一个预言家 因为我觉得死的这两个人 肯定不可能是一个预言家 我绝对不会相信二号是个预言家 因为他这样踩我 如果真预言家 你可以站出来捞我一把 或者说你可以下回合厌我 我觉得这一局也有可能 这一回我被推出去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我是一个鸣 过吧 六号发言 四号是一头狼 为什么呢 首先他逻辑中有三个漏洞 第一个漏洞是 你为什么会相信一号是个真预言家 一号保的二号 二号踩的你 就你仍然说你翻牌之后 发现你是个鸣 然后这边有个假叉叉抱你 踩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不投票给三号 或者九号呢 如果你真的不能取信三号 三号查杀二号 二号查杀你 你是好人 你被一个狼查杀了 你是不是应该去帮助那些 相信你是好人的人投票 你无条件在这个时候弃票 对不对 我上票上的是谁 我上的是九 九死了九是猎人 我身份是不是相对做好 我只是一个鸣 先说明这一点 所以你肯定是个狼 而宣告玩的是什么呢 很简单 二彩四 二四两狼 所以四号不上票 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 他当时能上票的人是谁 一二三九 对吧 八号退水 一二三九 一二是他的狼同伴 三号是真一年家 九号死了 请问他上给谁 他上给三吗 他能确定没有人上给三 打成平票吗 不敢 对不对 因为只有四个人可以投票 当时只有四个人没有参选 所以四号铁定是一头狼 当时敢上票的人 反而没有那么大的狼面 不敢上票的人才是狼 就这么简单 狼这个局面是怎么打的呢 三头狼井上竞选 一头狼投票 脏到一个人 只要拿到井盔狼就赢了 是不是这么打 我觉得这应该是狼的战术 那好了 那在这个逻辑里面 一二是狼 四是狼 然后八是狼走的 现在剩三头狼 十十一都上票 身份相对反而做好 在我看 当然十十一中有没有丘比特 这个我分析不了 我只是一个名 在我看来宣告就是一头铁狼了 这个时候 一二绑票 绑的也实在是太明显了 就二号票出来 跳出来撤一个茶沙 四号不反拍 一号说二号是我的金水 那你这个金水给的也太瞎了 你金水给一报名 那我只能说你玩的漂亮 我没有办法 我无力帮好人回天 我们先不要去考虑那么多 屁滴滴是不是女巫的问题 如果女巫现在还活着 我对女巫说这句话 女巫还活着很简单证明 你要么给瓶解药 要么给瓶毒药 女巫还活着 我们是不是这局就很好赢 因为这是一头狼走的铁狼 这是狼走的 因为他穿女巫衣服 只有明子走的时候 会不会穿女巫衣服 不可能啊 只有狼走会穿女巫衣服 来混淆英文视听 然后推出一个好人狼能赢 对不对 要不然狼血蒙 那很简单嘛 所以女巫未必百分之百死了 PTT不是没有干过这个事情 PTT经常干这样的事情好吗 狼走的时候 突然穿个女巫衣服说 你背过 对吧 所以他未必是个女巫走 不要把局面想的那么坏 但是宣告在我这看来 肯定不会是一个好人 肯定不可能是一个好人 因为一二在井上的这个竞选 实在是我完全无法看透 到底为什么会有 这么强大的势力在支撑着他 而四号又不敢反拍 更让我确定了 就是狼在谈 过 我觉得这局面我很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地方特别特别特别多 就从一开始 这个八号跳愚言家 三号跳愚言家什么的 我都觉得是正常 二号跳回来 我都觉得是很正常的 然后一号就开始 爆二号是金水了 如果一号爆二号金水的话 如果你是愚言家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平民被人爆了 验纱之后 然后出来说 我再爆别人另外一个验纱 结果当时我是觉得那边很奇怪 然后接着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在场上有四个愚言家 跳出来的情况下 有两个人是强绳防对跳 这边十一号十二号 一起举给了二号 我不知道怎么就 我反正我是不能投票对吧 我反正如果我要能投票 我是不敢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到四号那就更可怕了 说我投票的时候 我想投给九号 但是不敢投 那边有人查你查杀 那如果你是好人 他就是狼人 那他的对立面 坏 敌人的敌人就是敌人 那你不应该支持三号吗 对不对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一号二号都是来攻击你的人 三号是帮助你的人 你为什么不投给三号呢 然后最后 说的是投出我也可以 反正我只是个平民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 经不起在 经不起在投出一个平民的损失 反正就是整个局面 我觉得这几个地方 都是无法理解的地方 不过刚才按老B 如果按老B所说的 一二四是三头狼 哎 我觉得好像可以解释通了 那么一点点 对吧 我觉得老B很像一个好人 好吧 反正我是指出了 我的不理解的一个地方 然后PTD是不是女巫呢 我就先信她是女巫吧 反正不是女巫的话 一会就看出来 不是女巫了对吧 会有人证明的 这个不用管 先当她是女巫 我听后面你们两个人怎么说吧 我 我不知道该投谁 我觉得 反正我觉得老B是好人 这个 然后10号本来我还是挺关注你的 现在我觉得 那边人可怕多了 比你 我过了 反正前面人发言三四六七全是狼 你们说一二四是三只 三张狼人牌 那你们心中的预言家是谁呢 你们告诉我 你们心中的预言家是三号 这三号肯定不是一张好人牌啊 八号在你前置位置汗跳 你说我晚上来验你 怎么可能你是让预言家牌 别人在你前面汗跳 你说你要去验他 肯定是验不到别人身杂他的一张牌啊 你还拼命跟他说我退不退水 然后他退水了 所以我觉得你三号肯定不是一张真的预言家的牌 但你们都认为三号是让预言家的牌吗 那四号一定是让狼人牌 先不管二三谁是真的预言家 这能先出四 紧张不投票肯定是狼人 不投二你也应该投三啊 你不可能会在五九里面跳人的 先把四投了 再看晚上死谁吧 你们认为一二四三张狼人牌 我肯定不相信 我觉得三六里面可能有一张 三六里面应该有一张 丘比特 然后四是一张狼人牌 七可能是一张狼人牌 八走了是一张狼人牌 先投四 投票的十一 我觉得身份应该还可以吧 投四过 我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在这么激烈的四个渊家对他的时候 我敢于上二号这个警长 首先八号退水了 对不对 那就是说 在一二三当中选一个 对不对 三号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说要验八号 反复强调八号你退不水 如果你不退水的话 明天我验你 怎么可能 对不对 你们应该想过逻辑 跟他汗跳着他去验他 然后其他几个语言问题 我有点忘记了 但是确实节外内容发言 特别的特别的不好 好几个语言漏洞真的 然后 六号的分析的不错 那个七号的分析呢 是认为一二四 如果没听错的话 你觉得一二四是三匹狼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一二四是三匹狼 然后四号呢是二号查杀的 也就是说你觉得一二四 二四当中是一个肥财匪的一个局面 对不对 那么 首先在节外肯定不是医院家的情况下 在我这边只有一号跟二号两个人 必有一个语言家 一号是给二号发精髓的 那就二号身份比一号高 在内容当中 二号身份比一号还高 所以我觉得投二号 应该相对OK一点 如果二号是你验的 就一号如果是正语言家 投给二号 二号是你的精髓 对不对 二号如果死了 把 因为现在我觉得五号像女巫走的 她发言的时候 我觉得还可以 如果女巫走了 明天 匪图如很有可能到预言家 就是他要在一二当中去选一个 如果到了二号 你会把警徽给一号 到了一号 一号你也坐实了二号一个身份 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敢于举票给二号 至少我不敢 我不知道二号是精髓 还是一个正预言家 至少我觉得二号应该是个好身份 四号的毛病 你们前面到底分析的已经OK了 就是他被查杀了还不投票 无论怎么解释你肯定是坏身份 OK 那我跟七号说一下 你认为一二四三个三匹狼 肥财肥 四号是狼 对不对 然后四号所有的迹象都表明 他是明智明以下 是匹狼 你们如果不确定 一二三当中谁是预言家 出四号是不是最保险 对不对 在你们逻辑当中 如果二号一号 四号是一个团队 他们是狼 我们出四号 如果你认为三号是 那就没有预言家了 因为三号不可能是预言家 所以三号是狼 然后三号为什么查杀二号 可能是保四号吧 包括这一局 当然在三号内容 那我就觉得 不过三号内容发现的时候 他不知道四号是被查杀的 他只是到身后还有两个人 并且不在三号这个团队 也确实一号二号不在三号 所以他起来一个汗跳 所以我觉得本人出四号是最最稳头的 然后我井上投了二号 这个是暂且认为 从公平性上面讲 一二三当中我们先保一个 都先不动 然后先出四号 我觉得四号应该 而且四号还是二号查杀的 我目前还是站定 站在一二这个团队当中 然后十一号这个 十号这个身份挺奇怪的 我觉得我的分析就是 我知道一号二号当中 我选二号警察投票 给他做警长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不会出错 但十号我不知道 为什么你也跟我投票了 你也是投到二号 所以我唯一 二号现在目前 我稍微有一点小小的疑虑 就是二号这个团队 是有点强大 一号给二号发精髓 十号十一号 我们十号跟一号 你们两个人都支持二号 这个团队稍微有点强大 所以让我这一轮不敢出三号 本来这轮我觉得 直接可以出三号 因为三号说去验八号 肯定说不是愿家 那为了求平衡的话 你们要打得精彩一点的话 先出四号 过吧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走了三个 一个五 一个八 一个九 那五八呢是连起来的 五八恋 那这个五 他说他是女巫的身份 暂且不论 八 他说他是狼 这是肯定的 因为他要表明他的身份 让丘比特知道 我发现你们聊的时候 都忘了丘比特这个人物 丘比特这个人物 现在就是搅浑水的时候 为什么要忽略掉这个人物呢 这个人物现在肯定蹦出来 拼命地说 这个神是什么 这个什么 到最后 我管你谁呢 反正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来个搅浑水的 所以我觉得丘比特这个东西 先不要忽略掉 他说的话就是不要听 先不管他是谁 然后呢 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我继续 我觉得十一号 可能说的还是比较有道理 三号跟四号 我都不用查了 直接就是狼 现在场上 应该至少还有三匹狼 三匹狼的话 那还有剩下一匹狼 就在六七十十一里边 是不是 你们六七十十一里边 肯定也还有个丘比特 那这个崔比特是谁我就先不说了 我今天晚上就不查三号了 今天晚上我直接查老毕 六号 我看你今天晚上是个什么身份 那么这一轮的话我建议啊 先把这个三号跟我对跳的推出去 四号都可以先不用管 铁定的 当然三号跟四号都可以推 随便你们 过 先推三号再推四号 因为四号是我叉叉 先推三号再推四号 然后四号是我叉叉 把这两个齐狼肯定赢了 四号是我的第一轮叉叉 然后下一轮我叉叉 六 过 所有玩家发言完毕 准备进行投票 3 2 1 1号 2号 投给3号 3号 4号 7号 10号 投给2号 6号 2号 2号 4号 2号 4号 2号玩家出局 谁投了 请留一言 我怎么死了 真死了吗 哇 能发言吗 能发言吗 能发言 想赢就投3号4号 我真的是原家 我真的不敢乱跳原家现在 2号 2号玩家是否移交警徽 1号玩家成为警长 稔的便烦 8号 5号 6号 7号 7号 4号 7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